佛光山凤山讲堂将在元月三日发送腊八粥与大众结缘 为庆祝佛陀成道日 佛光山凤山讲堂将与元月三日分送腊八粥与大众结法缘 2019年元月三号 我们在佛光山凤山讲堂 即将要送出将近快要五万碗的这个腊八粥 就是送给我们各地的公家机关 学校还有社区的邻里 还有所有的民众并且我们敦亲慕邻 加拉八粥送出的原因是因为为了庆祝佛教的法宝节 也就是佛陀诞生 佛陀成道农历十二月初八 他的一个姻缘 然后也让大家知道 佛陀带给了大家欢喜跟祥和 那这里所送出的每一碗粥呢 它有八种材料 融合了所有大众的一个爱心 所以我们送出去的时候 然后每个人端到在这个冷冬里面呢 那能够得到一碗热腾腾暖心的一碗粥呢 大家都非常的欢喜 佛光山秉持佛教丛林规矩 每年农历十二月八日 都会将至少八种食材熬住的腊八粥送往信徒家中 以及各政府机关、学校、安养院、医院、慈善团体等 炫扬佛陀成道说法度众的悲心 分享佛教徒庆祝祝佛陀成道 缅怀佛陀的精神 十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高雄采访报导